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那咱们今天呢 继续往下面学习 今天咱们把这个 什么呀 这个流存考定 流存 如果咱们速度进度快一点 就再搞漏洞 今天比较难了 先给他说一下 你先有个心理准备 你有可能听不懂 有可能听不懂 不过这个什么呢 这个大家掌握70%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但是sircle你需要掌握100% 就是说如果我让你写这个什么呀 这个流存 对吧 这个sircle有就是 你得100%会写 你的price zone 你可以写上70%就可以了 对吧 或者你理解70%就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price zone 咱们毕竟什么呀 没有在基础课当中没有去讲 对吧 然后呢也没有深入去学 所以说它里面有些字节啊 位啊 你如果不了解的话 你没法去分配 这个比较难一些 就这一点 所以其他的什么逻辑方面 我觉得还行吧 不是很难 主要是什么呀 主要是sircle一句 你要回啊 好 那咱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的什么呀 呃 漏斗分析对吧 不是留存啊 漏斗分析啊 留存我们 明天再说吧 看吧 咱们今天如果能讲 今天也说上也可以啊 那这东西大家需要需要什么呀 需要这个好好的去理解 理解啊 漏斗分析 啊 漏斗分析啊 OK 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接下来呢 呃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漏斗啊 漏斗呢 之前咱没说过啊 看一下啊 那咱们看一下它这个文字 好吧 先给大家简单说明一下啊 然后之后呢 我们进来需要写sircle 啊 漏斗这块 咱们这样来做啊 就是什么呀 呃 咱们先拿sircle一句 来去给大家去做一下 我们的漏斗的一个sircle 怎么实现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去写什么呀 udf 当然咱们再写这个udf的时候呢 是基于prezzo去写的udf 而不是基于什么呀 hev去写的udf 所以说这个prezzo 你去写udf的时候呢 根据这个hev呢 它是有点差距 啊 也不是有点差距 是有很大差距 知道吧 就是完全不一样 啊 完全不一样 但是 它还是能不能用啊 能 但是你只能在什么上用 只能在 这个prezzo上用 hev里面是不支持的 所以说 这个prezzo呢 只能什么呀 独立的存在 当然它是可以操作hev的 能力也吧 咱们还记得吧 这个prezzo是不是 在写sircle的时候 还跟hev的 这个hev的 hev的区别啊 咱们狗外分主 都是写一二三是吧 还记得不 对吧 咱们没有写 这段吧 写的一二三对吧 一二三代表什么意思 是吧 还记得吧 这有点 有点 有点意思啊 它这个 我们看一下 漏斗分析啊 我们先说漏斗 然后再说留存啊 留存这个地方 要比漏斗难一些 留存要比漏斗难一些 那咱们先说些漏斗吧 漏斗其实 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我们首先呢 先要理解 什么漏斗 对吧 那这里还是举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就是什么呀 在一定时期内 发生了什么呀 浏览新闻 比如说APP 什么呀 pageware 的这批人 比如说他发生了一个 什么呀 浏览事件 对吧 这是浏览事件吧 浏览事件啊 之后呢 他又发生了什么东西啊 点击事件 APP clean 然后呢 这些新人有多少 也说他在 发生了浏览事件以后 又发生了点击事件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求一下 之后 他又发生了点赞的人数 比如说 muse action 有多少 等等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当中 来想要得到用户的什么呀 数据转化或者流失情况 每一步转化都是递减的 我们可以什么呀 更抽象去分析 什么叫每一步都是递减的呀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用户对于你的网站 对吧 今天他想逛一下 咱们分于几个阶段 有这四个阶段 用户 这是什么呀 登录是一 对吧 浏览是二 然后呢 点击是三 对吧 评论 发表 代表四 他这个递减呢 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啊 就什么意思啊 就是用户 如果登录了 对吧 这是登录啊 登录了 他不一定会浏览 对吧 就这一点 他不一定会发生 他可能登录以后呢 退了 对吧 因为某些情况 他可能退了 那假如说有一部分 诶 浏览了 有一部分浏览了 比如说这一部分 有浏览了 打个比方 咱们说一下 我们登录呢 现在什么呀 有一千人 对吧 可能 在去浏览的时候 剩八百人了 对吧 有可能吧 非常有可能啊 对吧 然后之后呢 诶 他下面还有个点击是吧 点击就来了 他浏览浏览感觉啊 这个新闻有的东西不错 对吧 有的人 但是有的东西可能不行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或者我有其他事情 对吧 没有浏览 这个是到这 这五百 有可能吧 肯定有可能啊 然后呢 最后 发表评论 评论可能稍微低一些 因为不代表每个人 都发表评论 对吧 可能有的是什么呀 就是喷子 是不是啊 我想喷一下 是吧 我想喷一下 可能剩一百个人 对吧 所以说他这个递减就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数据啊 最开始的时候 它是最多的 你后边再怎么多 是不是都不能超过这一千啊 哎 一千是数值值 这个大家要理解啊 一千是数值值 好吧 OK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漏斗的 什么呀 他的这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咱们可以管他叫漏斗的步骤 对吧 比如一二三四 一共有这四个步骤 那假如说 我想要让你什么呀 求当前用户的一个漏斗 漏斗是一个什么呀 一个呃 他在一个什么呀 一个呃 这个转换的情况 啊 比如说我想求漏斗里面的 这个点击的 有多人 或者漏斗里面的什么呀 评论的有多人 那你需要取到前面的总人数 一步一步去判断 那么这块咱们就需要讲到了一点 哪一点呢 看这块啊 步骤 就是每一步 其实就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行为事件 或者条件的行为事件 就啥意思啊 就是当前我们数据是什么类型的 因为你数据是什么类型的 就代表用户触发了什么样的事件 对吧 好 这点要清楚啊 第二个就时间范围 啥意思啊 就是你要判断一下 你不能说这个漏斗 比如今天我要想求今天的 你不能说把明 这个明天的 或者昨天的用户 那个东西拿出来了 没用 对吧 我要求今天 这是我的一个时间范围的条件 比如我要求今天 什么呀 呃 十月九号 呃 十月一号 十月九号 这这什么呀 这个八天九天的什么呀 这个九天的 用户的一个什么呀 漏斗的情况 那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时间范围 好吧 这个要清楚啊 然后说说 其他什么意思 就是指 用户完成漏斗的一个时间 限制 只有在这个时间 限制范围以内 啊 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 完成才叫一次漏斗的转化率 就是完成的一个阶段 什么意思 什么用户登录啊 点击啊 评论啊 浏览啊 点浏览 点击啊 评论 这样整个一个周期性转过来 比如我试试为他十天 十天必须过完成 完成不了 就代表不代表 不代表他一个一个什么呀 一个周期性的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解释啊 你看到这解释就非常好理解了 就比如说呢 要计算 时间范围什么呀 2020年6月1号到6月30号 就这一个月所发生的什么呀 啊 实践 比如说有实践什么呀 实践A 实践B 实践C 实践D 实践5 实践E 是吧 ABCDE 这五个步骤 出块C 为多少 为三天 好吧 为三天 也说我统计当前ABCDE 它的三天以内的漏斗 漏斗的情况 那么 如果用户在6月1号到6月30号 触发了A 同时在步骤A 触发了三天以内 就是三 触发了三天内 依次有BCDE 则是为该用户 完成了一次漏斗的转换 这点呢 大家要清楚一下 我们统计呢 是 它的一个什么呀 一个周期期应 是什么呀 是一个月的 但是 我们针对于漏斗转换 转换的范围是三天的 是三天的 如果用户触发了A X 你看 这个又多这个不是吧 什么BX 什么CDEX 我们还是可以试 有啥意思呢 就比如说呀 用户呢 咱们还是以这个例子啊 还以这个为例啊 比如说啊 用户呢 还是这四个不是 哎 还是不是 用户呢 登录 对吧 然后呢 浏览 浏览触发了好多次啊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呀 还有点击 最后还有评论 OK 这样我们也视为它是一个漏斗 或者说这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呀 会出现一个什么呀 1.5 对吧 1.5它可能干其他事情的 不知道什么事情 对吧 打个比方 还有1.5 只要你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呀 只要你还在这个范围之间 也算一次漏斗 那像他这块手说的 看好啊 X不在这个范围的 他可能干其他事情进去了 对吧 可能说咱们的一个顺序呢 是ABCE 咱们正常注意 但是他没有去按照正常顺序来 但是他整理的顺序还是对的 他中间呢 可能去干嘛的呀 比如说充值 是吧 比如说这个修改一下个人信息 等等 这也算他的操作步骤 对吧 当然 这个步骤不能是咱们漏斗以内的步骤 是漏斗以外的步骤 但是他影响漏斗 漏斗的分析没有影响 他没有影响 比如说用户登陆以后 他没有立即去浏览 干嘛的 他修改一下个人信息 然后又去浏览了 浏览以后呢 他又干嘛 又去充值了 他觉得这个人啊 这个东西挺好 是吧 我要充点钱 干嘛呀 打赏一下 是不是啊 打赏一下 所以说他中间呢 可能会有一些步骤分开了 对吧 干了其他事情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视为 他是一个什么呀 视为一个失败的漏斗 不是的啊 他是一个什么呀 中间是可以允许我们 发生一些什么呀 其他事件的 好吧 是允许的 那这种方式呢 也叫我们正常 那个漏斗统计的方式 但是第二种 看一下 如果ABCDE 扫了一步 这就不能视为 一个完整的 这就不是一个 完整漏斗了 就可能说 到最后一步没有了 没有发表评论 对吧 或者说 我什么样 我中间少了一个什么样 点击的 少了浏览的 他也不能 视为一个完整的漏斗了 说完了 他就不是一个漏斗了 就少了少了 缺点东西嘛 如果说 AB 什么呀 DC漏斗的步骤 什么呀 颠倒 你也不能把它视为一个 完整的转换漏斗 因为我们要求的顺序是 ABCDE 这个顺序不能乱 这个顺序不能乱 好吧 为什么呢 就比个打个最简单的比方 如果呀 我们在进行什么呀 浏览新闻的时候 之前给他说过 你想要去发展评论 或者打赏这个 这个新闻 你首先第一步先去点击 对吧 你不去点击 你哪来得去评论呀 哪来去打赏啊 对吧 打赏不了 也点击不了 对不对 你所以说 他的步道不能去 不能乱 你乱了 这个漏斗了 什么呀 这个步道不就到 到这了吗 对吧 那你这块顺序 不就不对了吗 你看上边 咱这块 看那个例子啊 看这个 对吧 打个比方 你把什么呀 你把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呀 承担量和咨询量到个位置 这实际不对劲了 对吧 这明显就不对劲了 你承担量都在前面 你还咨询什么呀 对不对 你最后都下单了 是吧 你还追随什么呀 所以这东西就不对了 所以说咱们这个漏斗呢 顺序不能乱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咱们回过头来啊 那这点咱们要知道一下 一共就有这三个要求 对吧 就是如果咱们会在这里面 遇到了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去判断 怎么去判断 知道它是一个完整的漏斗 或者它是一个不符合 条件的漏斗 对吧 等等 那这个说白了 就是咱们的一个条件 好吧 OK 那这样第一种呢 只要你顺序正确 中间触发来某一步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也视为你是一个漏斗 第二个就是什么呀 你如果中间少一步 我不能视为你是漏斗 不能视为你是一个完整漏斗 你是一个有什么 缺点 有缺陷漏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统计漏斗的时候 漏斗的步子可以少 对吧 比如说我一句到ABC 可不可以 没有那把 可以 对吧 只不过说 你要如果到E 它没有D 它不是一个完整漏斗 对吧 但是我到ABC是可以的 那下面这会儿呢 AB DCE 这是反了 这反了就没 啥也干不了 你如果统计AB 是没问题的 但是AB 我觉得没什么大意思 对吧 你想啊 就AB这俩 你漏什么的 就两个 我觉得太少了 对吧 太少了 OK啊 好 那这三点 大家要清楚一下 如果我们在进行漏斗分析的时候 对吧 你要先明确漏斗分析的条件 这三点 你一定要知道 好吧 OK 那这个是我们漏斗 里面的一个 注意事项 分析漏斗的时候 一个注意事项 那么咱们上边已经给大家讲了 我们要做什么东西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怎么去实现这个漏斗 那咱们先搞一个小例子 去看一下 这里面呢 我们的数据什么样的呀 看一下啊 我们的漏斗的分析的规则 什么样的 就是从登录到浏览 到进入详细页面 就是点击嘛 到最后的发表评论 点赞搜长等等一系列 OK 那这个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漏斗的步骤 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1234 一共有四个步骤可以吧 哎 咱们可以把它比喻1234啊 因为你要出去读这个中文的话太磨叽了 咱就一说12341234 好吧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下边转换的这个事件 是什么意思啊 从咱们登录浏览浏览是这个字端 看到了吧 有时候我们找到event的时候 你要看 我们再给他看一下那个数据啊 最后快点看一遍那个数据啊 哪去了 在这啊 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啊 你说这个event里面是有这个事件的 对吧 还记得吧 这个event的这个事件啊 一共有这几个类型啊 就注意一下啊 好 我们这块不考虑注册啊 注册 我们一般都是默认注册了 咱们直接怎么样 直接从登录开始 就从这开始 好吧 OK 好 接下来咱们要写四够了啊 看一下 在这啊 看一下啊 嗯 怎么到流损了 漏斗啊 漏斗 然后这整个啊 是咱们的一个转换事件啊 那接下来 我们要用sircle 来实验这个需求 咱们先不用price 啊 不用price 那个price 比较难啊 所以咱们暂时间不用price 我们来查询 2020 0615 到0625 的事件范围内 并且 窗口时间是三天 窗口时间是三天 查询的范围是 什么呀 十天是吧 是十天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最终得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呀 是这样的 1234 这什么呀 这就咱们露走了一吧 一对不啥 一是不是咱们的登录啊 能力吧 登录有这么多是吧 这个呢 二呢 二是不是浏览啊 三呢 三什么 三是不是进入前一面啊 四是不是报道评论啊 那能力吧 OK 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统计的时候需要分为四个块 分为四块 对吧 这四块 每一块呢 咱们需要统计对吧 好 那咱们统计都是怎么做 如果用四块应该怎么去记这四块 应该很好写吧 这个东西 但也不也不也不一定啊 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呀 有个东西 嗯 有个什么呢 有一个这个 看一下啊 他的一个 冲口时间是三天 三天的漏洞 啊 三天的漏洞 这个怎么去做 你说怎么去 大家想一想 这个好保险啊 嗯